这么年轻就死了 我只是路过啊 别吓我啊 我只是路过的啊 你别吓我 吓我 你没死啊 那我带你去找大夫 没想到传说中的第一女真士 竟然沦为了烧火丫头 娘子 你跟谁说话呢 没人 南北朝时期 南朝皇帝为了监视百官 刺探情报 设立了一个名叫 黄承司的神秘组织 独立于朝堂之外 说直接一点 就是替皇帝处理一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 黄承司成员们 各个武艺高强 心狠手辣 这天 黄承司第一女真士 唐紫燕 奉命去击杀 凤火军余孽 廖小虎 这凤火军乃是叛军 专与朝廷作对 廖小虎啊 曾是凤火军成员 早已绝起江湖 如今与妻儿隐居山林 唐紫燕将披霜倒入酒中 你是个明白人 两人曾经交过手 唐紫燕技高一筹 本想留对方一个拳尸 可廖小虎一刀砍来 唐紫燕眼击刀快 两招便将她震退 如果没有他们 要我肯定就喝 但是现在 我必须拼上你吧 唐紫燕身为黄承司 地狱女真士 无意其高 廖小虎泰然自若 殊死一活 唐紫燕虽战上风 可对手一旦拼起命来 也不可小觑 斗手便刺了她一剑 其实两人并无深仇大恨 这场对决也没有对错 只因立场不同 这些对于唐紫燕来说 都不重要 她此行的目的 只为取廖小虎性命 面对训练有素的唐紫燕 廖小虎终究还是败了 就在这时 廖小虎的妻子 瞅准诗迹刺向唐紫燕 唐紫燕也不客气 回敬了她两刀 看着心爱之人倒下 廖小虎彻底崩溃 我逃不了 你逃不了 前一刻还在杀戮的唐紫燕 却又因怜悯之惊 给廖小虎的两个孩子 留下银两 唐紫燕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 回到家中在丈夫面前 却又柔情似水 常年的杀戮 刀剑舔血的日子 让她身心疲惫 在一次任务后 唐紫燕向丈夫周前安提出 一起隐退江湖 过回平凡人的生活 可是她能平凡吗 然而事与愿违 这时皇宫内发生了一起 匪夷所思的奇案 深夜惊险巴比邪神 数名大臣惨死当场 眼看太子即将登基 黄承司的所有人紧急调查此案 此人名叫杨胜寒 是前朝旧臣 如今的凤火军首领 与朝廷作对多年 就在巴比邪神杀人的前几日 杨胜寒来到京城 与其安排在朝中的卧底见面 皇宫发生奇案 巴比邪神杀人 黄承司的女真是非凤 奉命去请曾经的黄承司 第一高手唐紫燕 此刻的唐紫燕 已与心爱之人隐退山林 早已退去往日的杀气 眼神中满是柔情 自然界的法则是 同性相斥 异性相惜 飞凤与唐紫燕一言不合 较量了起来 唐紫燕不愧是黄承司 第一高手 仅凭一根鸡毛胆子 就将飞凤打得狼狈不堪 飞凤不服 继续来攻 危急时刻 黄承司的统领李基叶 和神剑手韩冰赶来 韩冰拉开弓箭 一剑将飞凤控制住 黄承司三大高手光临韩社 究竟要干什么 来看看老朋友 李基叶告诉唐紫燕 皇宫内八臂协身杀人的奇案 太子即将登基 这案子必须得水落石出 唐紫燕被迫重回黄承司 殊不知 此举将会引来杀身之祸 原来就在前几天 黄承司经过调查 抓到一个神秘老头 此人正是凤火军首领杨胜寒 面对质问 杨胜寒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还称凤火军要行刺北朝来使 具体行动 要等见到唐紫燕再说 黄承司便出动所有势力 找到了隐居的唐紫燕 凤火军死侍唐紫燕听令 并于都城内 诛杀北朝来使皇太帝 三日为宪 不死不休 杨胜寒的一句话 让唐紫燕百口莫辩 唐紫燕究竟是何身份 为什么要行刺北朝来使皇太帝 明眼人都觉得这是 凤火军的离间之计 尽管首领李基叶相信唐紫燕 然而太子即将登基 北朝来使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 他们只好将唐紫燕先关起来 夜里寒冰奉命将杨胜寒压往地牢 湖中巴比邪神再次出来作恶 现场一片混乱 押送的士兵纷纷自爆 杨胜寒趁机摆脱束缚 此人武艺高强 还能召唤巴比邪神杀人于无形 只有寒冰施展亲共逃生 临走时 寒冰回敬了杨胜寒两剑 寒冰剑法抄群外号寒三剑 也就是三剑之内必定剑鞋 第一剑被杨胜寒躲过 第二剑竟被杨胜寒徒手接住 很明显杨胜寒的武艺在他之上 就在这时 统领李基叶和手下赶来 杨胜寒并没有应拼 赶紧撤离 此刻 唐紫燕因担心丈夫的安危 想要回家看看 与飞凤较量了起来 飞凤本就不是对手 唐紫燕一个擒拿手 便扯下他身上的官服 紧接着将其反关在牢内 看到这里我就奇怪了 堂堂皇城寺大牢 居然没有狱卒 刚刚跑到门口 唐紫燕便与韩冰等人 撞了个正着 跟我回去吧 我必须回家救我官员 有罪了 手下误以为 唐紫燕要畏罪潜逃 不再念及同门之情 乱箭射出 唐紫燕救复兴剑 一阵狂跑跳上屋顶 韩冰朝着唐紫燕射出一箭 眼看就要将唐紫燕抓住 这时 一阵爆炸声开来 沉重惊险八笔邪神 唐紫燕趁乱逃走 这时 统领李继燕赶到 让众人不要再追击 即刻返回皇宫 保护北朝来使皇太帝 此刻 唐紫燕已回到家中 却不见丈夫的身影 看到屋内一片狼藉 唐紫燕猜出丈夫 定是被杨胜寒给抓 迫于无奈 他只得按杨胜寒交代的 去行刺北朝来使皇太帝 隔天皇太帝在 皇城寺李继燕等人的护送下 浩浩荡荡来到城中游玩 起初一切很正常 期间皇太帝被擂台比武西营 此处没有提前做安防工作 李继燕本不同意 可皇太帝只要去看表演 唐紫燕趁机出手 一阵爆炸声开来 等到李继燕冲过去查看时 皇太帝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唐紫燕完成杨胜寒交代的任务后 便来到凤火军大本营 杨胜寒早已等候多时 原来之前杨胜寒说的话并非胡话 唐紫燕确实是凤火军成员 还是杨胜寒的徒弟 多年前 唐紫燕被杨胜寒安排到皇城司当卧底 好不容易取得首领礼界的信任 不料他却一声不吭地隐退 杨胜寒怒了 面对质问 唐紫燕谎称 自己需要一个理由隐瞒身份 周潜安只是一颗棋子 杨胜寒不相信 决定测试两人 为什么有人说 善于隐忍的人最可怕 唐紫燕看着心爱之人倒下 心如刀脚 却选择了忍气吞声 只因动手的是他的师父杨胜寒 就在半个时阵前 唐紫燕来凤火军营中 接丈夫周潜安 杨胜寒却要玩一个游戏 将周潜安扔紧琉璃迷宫 声称 只要他能活着走出来 便放他一条生路 琉璃迷宫看起来平平无奇 有几片琉璃镜片组成 里面却布满了满烟战物 暗藏玄机 周潜安不会无意 一边安慰外面的妻子自己没事 一边四处逃窜 唐紫燕心急如焚 却只能强装镇定 他心里清楚 一旦冲进去 惹怒了杨胜寒 两人必死无疑 若是找到出口 还有疑险生机 果不其然 迷宫内的周潜安不复所望 通过掉在地上的铃铛 发现幻境中的悬崖 就是出口 周潜安把心意横一跃而下 果真破解了琉璃迷宫 周潜安捡起铃铛 将喜讯分享给唐紫燕 不料一只冷剑来袭 杨胜寒不守信用 将手无腹肌之力的周潜安击杀 痛失之爱 唐紫燕伤心欲绝 却不敢表露出来 心头之唤已除 杨胜寒还特意举办了一个庆功宴 殊不知 乖巧懂事的唐紫燕不哭不闹 心中却早已有了 为夫报仇的想法 夜里 杨胜寒将唐紫燕叫到屋里 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计划 他们之前杀北朝来使皇太帝 让南北朝之间产生间隙 明天再行刺 太子和太后嫁祸给北朝 这样一来 南北朝必定会因此产生仇恨 兵戎相见 谈话之间 杨胜寒无意之中 碰到了唐紫燕的脉搏 发现他已身怀六甲 杨胜寒心狠手辣 当场就要杀了唐紫燕 不料却被对方掀下轴围墙 守卫听到动静赶来 看到杨胜寒的尸体刚咬声张 却被当场砍断手机 暴怒的唐紫燕手持双刀 出现在城楼之上 在凤火军老巢 单枪匹马大开杀戒 他心中只有一个目的 替夫报仇 唐紫燕心里明白 杨胜寒 根本就没拿自己当徒弟 这么多年 只是在利用他而已 骑夫周前安 虽然是一个普通皮影戏 手艺人 但值得他百分百投入 镜头回到一年前 那天唐紫燕因经历一场大战 隐隐一息地躺在死人队里 路过的周前安 一路背着唐紫燕 赶往医馆疗伤 经此一事 唐紫燕对周前安心生爱慕 两情相悦 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无比恩爱 唐紫燕本想退出江湖 可杨胜寒 还是找来 杀了他最爱之人 丧夫之痛让唐紫燕 在凤火军营中 疯狂杀戮 此时的他 犹如战身附体 一夜之间 竟将整个凤火军本营 杀了个片甲不留 可这样做 终究还是换不回 周前安的性命 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 我当然要帮她 难道官家不想利用她 来剿灭凤火军吗 你相信起死回生吗 说话之人 竟是前几日 被刺客当街杀害的 北朝来使皇太帝 就在半个时辰前 皇城司首领李基业 将皇太帝遇害之事 上报给太子和太后 声称是凤火军所为 太后听闻 令大太监温喜 协助李基业查案 皇城司本该由太子指挥 太后又派出新妇 看来皇宫内 也是明争暗斗 就在这时 侍卫来报 说是北朝来使求见 只见一个衣着 华丽的男人出现 竟是传出死讯的 北朝来使皇太帝 那天 李基业亲眼看见他遇害 为什么会毫发无伤呢 皇太帝也不隐瞒 当场解释了来龙去脉 原来就在皇太帝 出游的前一晚 唐子燕闯入寝宫 行刺皇太帝 但被对方抓了个正着 得知唐子燕 就夫心切 被凤火军胁迫 来行刺自己 皇太帝想出一计 答应配合唐子燕 演假死的戏码 救出她的丈夫 如今皇太帝平安无事 南北朝之间的误会 就此解除 那么接下来 就是准备太子的登基大典了 登基大典还没开始 太后的心腹温喜公公 便与皇城寺的众高手 借着彼氏武艺 暗自较量 眼看温喜公公技高一筹 李基也赶紧向温喜公公失落 结束了较量 毕竟他们的责任是在登基大典上 保护好太子和太后 在太子的登基大典上 太后按救赎 命人用八宝琉璃灯 让现场看起来像雁云仙境 期间还有女子格斗表演 殊不知 这些人都是凤火军刺客乔装的 就当他们行刺太子时 李基也及时出手救下太子 寒冰一声令下 重剑手纷纷放剑 瞬间刺客妹子就成为了筛子 就连一旁看热闹的皇太帝 都觉得心疼 那倒未必 杨胜寒的计划不会这么简单 太后看到太子遇刺 让心腹温喜公公赶去护驾 话说这温喜公公无意其高 不愧是大内第一高手 两三招便将为首的女刺客击杀 就当众人以为祸证时 一道黑影从刺客体内涌出 只见一个轻面獠牙 足足十米高的八笔邪神 张牙舞爪 兴起冲上去与八笔邪神较量 可惜打不过 被对方撕成了碎片 原来八笔邪神的目标不是太子 而是垂帘听证的太后 一把巨刀来袭 飞奉拼紧全力抵挡 神剑手寒冰 拉开弓箭 一剑来袭 击中了八笔邪神的手臂 冲进来的唐子燕 与八笔邪神展开了较量 李继夜和韩冰将太后护送到里屋 李继夜安排韩冰 去给唐子燕和飞凤驻战 此话一出 韩冰就发现了异常 你才刚到 知道是两个人 原来李继夜是凤火军的暗探 见身份暴露 李继夜一不做二不休 想要杀人灭口 出生入死的兄弟 竟然生死相搏 韩冰虽是神剑手 但近身对战远不如李继夜 韩冰因既不如人被砍下手臂 从高处跌落 尽管找到机会以脚带手 射出传说中的第三剑 却被李继夜躲避开来 只是肩膀受伤 此刻 唐子燕正在与八笔邪神苦战 很快 他就因体力不足落了下风 就当身体跌倒 撞击到障碍物时 唐子燕听到了流离静的声音 这一刻他想起了王傅生贤的话 幻象与真实 眼见也可能为虚 所有戏法都是一个道理 子燕恍然大悟 对着流离静 发出声音的地方砍去 果不其然破解了幻境 果然是你 此刻 李继夜正朝着太后追去 原来李继夜 是凤火军的新首领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危急时刻 唐子燕冲了进来 救下太后 皇城寺两大顶尖高手 较量了起来 论武艺而言 两人不相上下 李继夜为了速战速决 扔出数颗火弹 一阵阵爆炸扔开来 瞬间现场乱作一团 李继夜趁机追向太后 拔着刀砍来 不料眼前的太后 却是飞凤假扮的 飞凤为了护主 竟然以命相守 或许是报应到了 就当李继夜回过头时 看到了一座金闪闪的武圣 一把青龙烟月刀威力无比 就当李继夜不知所措时 唐子燕趁机跳到他背后 一刀让其命丧皇权 原来刚才的武圣 只是一个皮影子而已 这部奇门暗刃 上映于2022年 难得的武侠题材 皮影幻术 打斗和特效确实是不错 若是和剑语的结局一样 男女主角角处逢生 那就更好看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 下期不见了 下期不见了